提供指明大家平安 請向各位也請安一下 一安住的平安跟我們同在 我們的教會在推寒冬送暖 希望各位能夠多一些關心 上個禮拜 當第二堂敬拜完了之後 我想很快逃離現場 我很怕被那個同師週抓住 因為他在推這個事工 然後我左躲右閃 閃到最後還是被他抓住 然後用眼鏡一直看著我 希望我能夠奉獻一些 那麼我就問他說 到今天奉獻最多棉被的是誰 他跟我說我們教會的建築師 那個夜建築師 他奉獻了33 然後一個弟兄奉獻了30 我要跟他講說我要買一床就好 結果他一直給我看很久 然後我真的不敢再訴說下去 我就趕快拿著風獻帶籤10 然後丟給他馬上就溜這樣 走了以後心中有一些傷痛 怎麼忽然之間敬拜完又丟了一萬五出去 這樣心中有一些難過 不過呢 忽然之間又想到說 有這麼多窮人 他們需要這麼好的棉被 我希望這 因著我們的愛 他們能夠有好的一個冬天 那心中就會很快樂 那麼其實童弟兄做的這個棉被 它是世上最好的棉被之一 你知道它跟3M是同等級的東西 你如果看到有很多人爬山 爬到翼山 爬到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 穿的都是這種質料的外衣 這種外衣穿了以後 你會很軟 然後冬天蓋得很軟 夏天蓋得會很涼 你知道嗎 每次他都跟我這樣說 我還記得 他送給我這個棉被 那我真的 冬天也沒有辦法蓋 夏天也沒有辦法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冬天夏天 我都不蓋棉被 我只有蓋毯子 OK 每個禮拜都感覺到很奇妙 神的恩典真的是 滿滿的跟我們同在 每個禮拜我都在省事自己 到底有多少軟弱 有多少的敗壞 有多少需要更新改變的地方 那這個禮拜 大概台灣非常的熱 熱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油品 你知道嗎 石油的問題 幾個月前 在講到起因季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 台灣的社會 怎麼有商人 這麼樣的黑心 那我也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 婚姻應該把它傳出去 讓很多的良心可以發達 讓這個社會有正義 讓社會知道 我們應該有一點罪惡感 人不能夠因為追求的金錢 而且把良心 把正義感 把罪惡感都不見了 你知道在二十幾年前 台灣有一個案子叫做 米康油 多綠人本 你們還記得這個案嗎 這個案一發生的時候 我的幾個朋友都受害 有一個牧師叫吳長縣 他在費明盲校 當校幕 因為吃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的臉 忽然之間就長了一顆黑黑的 那很多顆 整個臉都是黑的 然後他生下來的孩子 也是怎樣 都是黑點 我看了以後 我現在真的很難過 怎麼會有商人 把這種毒品 當石油賣給人 那麼 我最近也聽到一個故事 大陸 大陸在賣水 礦潛水 那個礦潛水只是從水龍頭加上去 然後就賣了 你知道嗎 這樣就賣了 變成礦潛水 然後中共的報紙刊登很大 你知道嗎 刊登很大 他說這個礦潛水只是自來水 你知道這誰做的嗎 也是台灣人做的 有沒有恐怖 再來呢 你有看到前幾天 我們的ZMP的總會長 在談到 食品事業是個良心事業 對不對 應該用良心來處理 可是隔了幾天以後 我們才發現到 他也是一個沒有什麼良心的人 他只是漂白過 那麼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食品 過去的食品 都是有問題 那麼 這些食品都是同樣一個人做的 從多論人本 大陸的水 到今天的良心 講到良心 這個鼎心集團 都是他們做的 有沒有恐怖 幾十年來 他們都沒有悔改過 我一直納悶不是在批判他 就是怎麼這個社會 這麼多人喜歡金錢 勝過於別人的生命 我真的非常感謝神 我最近問中林說 他有吃過大桶油嗎 他跟我說 他從小就吃大桶油 吃到現在 我跟他講說 感謝贊妹主 你還能夠生兩個小孩 我們看了以後 心中真的是難過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的外面是富利堂皇的 有沒有 也許你可以住地堡 也許你可以占有101 也許你可以在台南市買一個1億的豪宅 然後大家對你滿 因著基礎對你滿是有敬重的 可是你做出來的事 好像與這個世界是不一樣的 外表穿得很法力 可是內在的世界是屬服罪惡的 另外一個案 我看了以後 我就也感到在罵納悶 就是我們有一個連慧欣 你知道嗎 他在賣一個撿回藥 然後他賣這個撿回藥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他家已經這麼富有 他怎麼需要賣這個東西 我心中 我開始有一些感受 就是說求審靈敏他這樣 不過內在的心還是有一些批判 就是說這麼富有 怎麼還要賣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故事的演變 然後突然之間 他開始抓他的源頭 他的源頭 那個報紙一出來的時候 我嚇死了 原來那個源頭是我的好朋友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好朋友 在七八年前 他成立一個賣這個撿回藥的公司 他叫我當董事長 還好那個時候我沒有答應他 不然的話 天橋教會可能會出名在報紙上 然後你會發現到 你們要奉獻很多錢 就把我撿回來 你知道嗎 我嚇了一跳 那我就感受到 啊 感謝神 我甚至逃過了一劫 你知道嗎 逃過了一劫 那麼我在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不再隨便再去做一個內在的批判 我們這種牧師常常是外面不批判 裡面是怎樣 是批判 外面裝得很仁義道德 你知道嗎 裡面是充滿什麼 神學院教我們的東西都要怎樣 要可以經過批判 那覺得這種批判性的東西在我們裡面 砸得太深 真的砸得太深 我就開始在禱告 忽然之間 神就讓我看到一個聖經節 這個聖經節其實對我們都很有幫助 對你我都很有幫助 你再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 你再看一下今天的聖經節 來 OK 我們一起來讀 來 耶穌像那些仗著自己是藝人 描述別人的 設了一個比喻 等一下 像仗著自己是什麼 藝人對不對 他自己自認為是什麼 是個好人 是個藝人 是一個政治的人 是個公義的人 是個聖結的人 他 向這一群人 設了一個比喻 因為這一群人很容易怎樣 藐視別人 一個藝人做好的人 很容易怎樣 藐視別人 你們不要以為你不容易藐視別人 昨天我在做一個小組的心理測驗 這個測驗很好玩 這個測驗是這樣的 我就跟這些比較年輕的朋友 他們的學歷都很高 然後就問他們說 你如果到高市公路要下來的時候 他不是有叫你要下來的時候要靠哪裡 靠右有沒有 靠右走 其實到今天 那個 我其實是 裡面跟外面 我是在搞不清楚 高市公路那個什麼 裡外我都搞不清楚 我只到左右而已 升級降級 我到大學的時候才搞清楚 你知道嗎 那麼你知道 我就做一個心理測驗說 你要靠右邊對不對 你要靠右邊 那你忽然之間發現到不是塞車 但是要下 下樓道來很多 因為前面會紅利燈擋著 所以會排兩三公里 你要排還是不排 你不排的話 一定要開車開到前面 然後插進去嘛 對不對 請問各位弟兄姊妹 你會排隊排兩三公里 慢慢下去的行李舉手 OK 不要怕 你就舉手 我來 你會從前面插進去的行李舉手 怎麼都沒有人啊 你都會是怎樣 你會排隊 我不敢相信 你呢 你會排隊 奇怪 阿星 你會排隊還是會插 你會排隊 奇怪的 誰傳到人什麼都 不能被人這麼說 你呢 你也會排隊 奇怪的 我好像走錯路了 我就問他們說 你看看 這個問題就引起一個非常大的回想 有人說一定要排隊 因為一個基督徒一定要怎樣 排隊對不對 另外一群人就不是這樣講了 他說這已經排得很長了 你如果在排隊一定會塞車 所以一定要跑到前面 然後怎樣插進去插隊 對不對 他說排隊這些人其實就是交通概念不清楚 因為你們會越排越長 會越塞車 所以一定要搶到前面怎樣 插進去 然後比較快一點 兄弟姊妹 然後我問各位一下 你要排隊還是要插隊 還是要排隊 感謝戰媒處 如果是天國就復興 建制我還沒有問你排隊還是插隊 他是把十字架拿起來 然後才插隊 那我是從來不掛十字架 那我就問這些 你看看 問這些排隊的人說 這些在插隊的人你心中怎麼想 他們就開始有一些批判的聲音 說這一群人就不守法 你知道嗎 我問這些插隊的人說 你們對這些排隊的人怎麼想 他們這些 他說這些人是死腦筋 你看 這個社會上致意的人有沒有很多 有沒有 來 你再讀一下 來 耶穌向那一些 我們先來讀 來 耶穌向那一些仗著自己是藝人的 藐視別人的 設一個比喻 來 你看一下 這個比喻很好玩 有兩個人上店裡去禱告 一個是法利塞人 一個是誰 一個是稅吏 來 再來 法利塞人 然後站著自言自語 禱告說 神啊 我感謝你 我不像別人勒索 不義 堅飲 也不像這個稅吏 來 再來 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 我所得的都肩上四分之一 再來 再來 到這裡就好了 你回頭來看聖經 你回頭來看 回頭 再來 法利塞人站著說怎樣 自言自語 禱告說 神啊 我感謝你 我不像別人怎樣 勒索 再來 不義 堅飲 也不像這個稅率 因為 你看一個圖 看 到底什麼叫做法利塞人 你看一張圖 看一張圖 法利塞人是什麼呢 他們都穿得很好 來 還有沒有 再一張 你看看 法利塞人就是這樣 你知道 這是穿動的法利塞人 你知道 那麼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法利塞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法利塞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你一定要認識法利塞人 你一定要認識法利塞人 其實在法利塞人 在我們的基督徒印象當中 在我們的印象當中 他是一個立法主義者 是個假冒為善 可是呢 其實他們是一群怎樣 分別出來的一群聖人 你知道嗎 他們在 捷徑中 不捷徑中 被分別出來 包括遠離不絕境的人 事物 他們從巴比倫王狗之後呢 他們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之後呢 羅馬占領了整個耶路撒冷 要把羅馬的文化 希臘的文化 進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們都一直抵擋這個文化 保持著優太文化的存種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在宗教上 有很大的貢獻 他們對政治沒有興趣 他們是宗教的進展者 也就是願意以最詳盡 最嚴謹的態度來解釋立法 並怎樣執行立法 OK 你看 最近的就是這樣 他們對政治怎樣不興趣 是宗教的進展者 也就是願意以最詳盡 最嚴謹的態度來解釋立法 並執行立法 那麼 請你看我一下 請看我一下 這種執行 這種執行的立法 如果內在的生命 沒有跟神有親近的關係 這種執行立法 只是一種外表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你知道 小孩子 你叫他讀書 他會不會讀書 他會不會讀書 他也許會讀書 你知道嗎 他外表在讀書 心中在想什麼 你不知道 來 你看看 像我每個禮拜 禮拜天都穿得這樣是最漂亮的 你知道嗎 很漂亮的 真的是 有時候看到自己 已經64歲了 可是還有一點年輕的感覺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也有點自戀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感受到 有一些人會有一些自戀 會不會 再請問一下 會自戀的人請你舉手一下 我看看 自戀 不要怕你 也不會只要 自戀 有沒有 享受自己 很愛自己 覺得自己都比別人好 有沒有 我想跟各位講 今天的很多人 即使是有一些自戀 即使你如果沒有自戀 你會 太過自卑 太過自卑其實是不好 不過太過自戀也是怎樣 也是不好 你知道嗎 華麗塞人就是這樣 他們認為自己怎樣 是最懂性聖經的 最能夠解釋聖經的 然後他最能夠執行聖經的 所以他們就是從 世界被分別出來的人 這些人他們是一個競選者 但是我一直在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一個問題 很多人在追求 讀經禱告的過程當中 你要記住這一點 他會把讀經禱告 變成他的律法 其實他的生命 內在的生命跟神是沒有關係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很多人就是太強調某些東西 其實忽略了那種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知道嗎 像華麗塞人就一直強調說 禮拜天不能一病趕鬼 你知道嗎 不能一病趕鬼 你看嘛 有沒有很嚴重 很嚴重的 所以耶稣當時在對抗的是誰 就是當時候的華麗塞人 因為他們把律法解釋的 到最後什麼都不能動 你知道嗎 好像生活有很多的困難 因為你生活一困難的話 這些生活的細節一困難的時候 人的生活就不能得到自由 再幾個例子 華麗塞人說 禮拜天啊 你不能走路超過七里路 為什麼呢 因為走過超過七里路呢 你就是在工作 你知道嗎 這樣會搞定嗎 所以兄姊妹 把聖經過度的解釋的時候 也許是一種喜樂 可是它會變成一種什麼 一種束縛對不對 你看看 你再讀看看 回頭來讀看看 剛才他所說的 你看法利塞人怎麼說 他說 神啊 我怎樣 我感謝你 有沒有 我不像別人 勒手 不義 均勻 你看 我想這些事 在我們當中也不可能發生 對不對 你就看看 我不像這個稅率 他把稅率怎樣 比下去了 有沒有 在生活的當中 我們會不會把別人比下去 很喜歡跟別人比較 有沒有可能 我常看到很多弟兄很喜歡跟什麼 弟兄比較 然後姊妹喜歡跟誰比較 跟姊妹比較 有沒有 讀書也比較 對不對 做事也怎樣 也比較 然後 做好事也怎樣 也比較 對不對 你會發現到 法利塞人當他站著的時候 他的禱告 其實是一個 很自戀的 很自意的 而且是一個比較的禱告 他一直在比較 你看看 再來 你看一下 看一下下面來 我一個禮拜 禁食怎樣 兩次 反正我所得的 都肩上什麼 十分之一 他有沒有敬錢 他真的有敬錢的外表 但是你如果 聽到他說話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 敬錢的 內心 他永遠看不到自己的軟弱到底在哪裡 弟兄姊妹 這就是這個社會的現象 我們常常自認為自己已經夠好了 我比別人更愛主 對不對 我在這個社會上 我比別人 能夠更遵守立法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 在我的裡頭 在我的裡頭 到底還有多少軟弱跟罪惡 一個傳道人 像我 我一直在 常常會想說 主啊 讓我真的看到 我的軟弱到底在哪裡 我常在想說 我的說話的軟弱到底在哪裡 我的內心的軟弱到底在哪裡 這是一直我在想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真的非常感謝神 我真的要像華麗塞人這樣祷告說 我真的很感謝你 你知道嗎 這些我都沒有做 你知道嗎 但是我得到很大的祝福與恩典 我真的 我應該感謝神 我祷告應該是這樣 神啊 我應該感謝你 我比兄弟姊妹得到更大的恩典 你知道嗎 我吃得比他們更好 穿得比他們更好 你看看 有沒有很自意 真的很自意 你知道嗎 所以弟姊妹 我想跟各位說 你如果是一個属乎神的人 你應該注重內在的生命 你應該去注重我的裡面 到底還包含著多少的軟弱跟罪惡 好叫我能夠謙卑下來 所以 他的祷告 你看一個 看我們周報的第一點 看我們周報的第一點 你看看 你看看 其實這些首詩歌 對不對 來比喻兩個最好的寫照 有兩個人同時來禱告 兩個人同時來禱告 不如說一個是怎樣 在自我禱告 一個是向神在禱告 一個是只氣高昂的跪在講台前 另外一個是微微縮縮的 不敢抬頭望天 一個是靠近主的聖壇 另外一個是靠近聖壇的主 一個自以為意 另外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罪人 有沒有 來 你再看剛才法利塞人那個圖 你再看一下 看他們 再看一下那個圖 你看看 前面這個是誰 法利塞人 後面那個是誰 那是瑞利 對不對 那法利塞人 面對神的時候 他很自慢 你知道嗎 那個瑞利 到神的講台前 他不敢靠近 他是遠遠的站在後面 有沒有 然後呢 你要知道 也許是這個 法利塞人看見他在後面 所以就說著 我不像這一個瑞利 有沒有 我不像這個瑞利 幾個例子來說 我不像鍾鴻 你知道嗎 你知道 我不太像他 他都不禁止禱告 你知道 他只喜歡為人家禱告 然後每次禱告的時候都很神秘感 我禱告的時候都很神秘感 你知道 你看 對不對 那神會喜歡誰 你沒有看過他禱告 你如果看見他禱告的時候 他最近很神秘感 都有點雙手擠這樣 嗯 然後呢 一禱告都很久 你知道 我都不曉得他幹什麼 這樣 我就想說 主啊 感謝讚美主 我沒有像他那麼神秘感 你知道 對不對 但是我想說 他到底懂多少 你知道嗎 我常常喜歡把他比下去 然後呢 我有時候再想一想 他有比我帥嗎 你知道 對不對 對 我在想說 還好 你知道 我看一下 我 多他十幾歲 可是我的動力還是比他大 他還跟我說 牧師 你不要常常好動 我就知道 他已經被逼得不怎樣 常常要動 你知道嗎 我還是很動態的 他常罵我說 我是過動的 你知道嗎 但是我常常想說 我動得還是怎樣 不太夠 你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今天質疑的人太多了 有沒有 耶穌要我們注意一件事 我們要追求的是生命 不是追求的是一個立法 立法主義會用很多的方法 叫你來過宗教的生活 但是神的方法是要我們過有生命的生活 這個生命是個自覺的 這個生命絕對不是立法主義來的 立法主義就是一直用規範來 規範我們的生活 規範我們的行為 規範我們的信仰 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一規範下來的時候 你不做的時候 你不做的時候 你會很自責 你做的時候會很自滿 我再說一次 你做的時候真的會很自滿 那你不做的時候會很自責 我幾個例子 紅燈要不要停 要停 你知道嗎 我看到很多人闖過紅燈之後 那個臉都不敢向四方看的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你有看到嗎 那裡很多人 我終於我在台南發現 最會闖紅燈的都是女人 都是姊妹 不是男生 很奇怪 在台灣的最勇敢的女人就在台南 我常看這些女人 騎著摩托車就闖過去 然後她的眼睛也不看右邊 也不看左邊 只有看前面 然後有一些羞愧的感覺 但是她往前衝 你知道嗎 我發現那個紅燈對她來講 已經有沒有用 真的是沒有用 昨天更可怕 一個姊妹衝過我 然後衝過我之後 她闖紅燈衝過我之後 她都不敢看我 你知道嗎 差不多 進了十公尺之後她停下來 再看一下是紅燈還是綠燈 結果是紅燈 然後她瞪著我 然後又起車 她的意思是說 她剛才過去的時候是綠燈 你知道嗎 然後開過去以後變成紅燈 所以她是有理由怎樣 喘過這個路口的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 面對立法主義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會羞愧的 甚至你做錯的時候都用理由來解釋 我們都會在立法主義的當中 用很多的理由來解釋 越是立法主義的人 越是會致滿 越驕傲 因為我做了 你知道 我做了 而且你沒有做 我做了 你沒有做 她會很致滿地去誇大自己 但是你也要知道 一個用立法主義在批判別人的人 別人也同樣地用這種 立法主義怎樣來批判你 當你在批判別人的時候 誰也同樣地在批判你 我曾經跟一個牧師說 他常常講到會罵弟兄姊妹 他的教會只有100多人 我就跟他講說 你如果罵了100多人 對不對 那100多人會罵死你 有沒有可能 你看 我如果是立法主義者 你再回頭來看聖經 我是這樣禱告說 來 回頭來看聖經 再來 在前面 那我不像弟兄姊妹妹 勒索不義 堅飲 更不像中鴻牧師 你知道嗎 再來 再來 你看看 再來 我每個禮拜都禁止幾次 兩次 我手得的都肩上多少 十分之一 你看 這些話如果見到裡面 你會不會很刺痛 特別最後面這一句話 你有擺上十分之一嗎 他有 你有沒有 有沒有很刺心 我真的很刺心 每次我們被比下的時候 心中總是很無奈 所以立法主義其實是一種傷害 生命的建造 才是基督徒應該走的道路 今天的社會 其實太多的立法主義者 外面彰顯得非常好 裡面就是缺乏 那一個自省的那一塊 就缺乏生命的那一塊 我再說清楚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 我可以住豪華的住宅 我可以穿最好的衣服 對不對 我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可是 就是缺乏裡面那個自省的能力 就是沒有看到自己的軟弱 看到自己的敗壞 立法主義者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有時候會感受到 今天的教會 我們的教會真的很有責任 我們應該要把教會的生活形態 把教會的價值觀 把教會對這個社會的責任 要看得很清楚 而且應該把它鲜揚出去 所以神在未來的 我們教會的日子 不是叫我們建造一個教會 是叫我們建造一個 天國文化傳播中心 就是我們的文創中心 神就是要我們建造一個 天國文化傳播中心 把天國的文化 把天國的生活形態 把天國的價值 這樣的傳達出去 所以我前幾天跟童工講 我還有兩件事要做 一件事就是一個文創中心 一個就是我要買一個電台 我最近念念不忘的 一定要買電台 真的 我很感動 每次我看到20樓那個姊妹 她從20年來 她住在我樓下 我住在樓上 然後她從來沒有跟我笑過 我一直心中非常的苦惱 為什麼我們對她傷害那麼深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我們漏水 我們漏水 然後會流到20樓 我們在21樓 其實不是我們20樓要漏水 是21樓漏水 22樓漏水 漏到21樓 21樓再漏到幾樓 20樓 她應該去罵幾樓 20樓 可是每次被罵的都是我 我都一直道歉 一直道歉 她都跟我說 他們姊姊每次都傷害很多錢 我就說那沒有關係 請老闆來 我們跟他陪 你知道嗎 我要找22樓來講 22樓是一個政府機構 她把那個房子買下來 然後 所以每次要跟她談的時候 只有我跟她談 那個老闆也不出來談 你知道 她都跟她說沒關係 可是那個會計小姐 每次看到我 都一直瞪著我 你知道嗎 好像非常的恨我 你知道嗎 我都用著很慈想的微笑 跟她笑 你知道嗎 你們有看過我那種慈想的微笑嗎 有一次她就罵我一句非常不好聽的話 我還是怎樣 被她罵 但是我心中有一個想法說 神啊 我要用愛來改變這個女人 你知道嗎 我要用愛 求神用愛來征服這個女人 讓她能夠改變 你知道嗎 如果她不改變 我就把用很高的價錢 把那個電台買下來 讓她成為我的用人 我要做什麼 我就是要天天的 我想說 應該是把神的音樂播放出去 你知道嗎 應該把神國的價值觀播出去 應該把神的意念播出去 應該把生活形態怎樣 播出去 把愛播送到整個台南市 這個社會就是 制裔的人太多 立法主義的人太多 外表看起來都很漂亮 可是內心想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 所做的罪惡是滿貫的 可是他們都從來沒有自選過 弟兄姊妹 我最近也一直在想自己 外表看起來很健康 能動 能說 你知道嗎 可是去檢查身體以後才知道 我是糖尿病 而且那個醫生還告訴我說 我有中度的什麼 肝脂肪 脂肪肝 跟我說 李牧師你要多運動 然後你不要外表看起來很好 裡面都怎樣 都壞掉了 你知道嗎 你還記得劉博文寫的一個故事 叫做賣甘蔗炎 有沒有 賣甘的 有沒有 說那個甘蔗外面很漂亮 裡面都怎樣 都爛掉了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的社會 就是外表看起來怎樣 都很好 裡面都爛掉了 有沒有 你如果看報紙 報紙本身裡面都怎樣 爛掉了 報紙裡面充滿著批判的言語 每次我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心中就很難過 我說 主啊 從我自己開始認罪 從我自己把自己建造在神的生命裡頭 我不是要來批判別人 我是要來建造別人的生命 讓我們生命能夠屬服神 真的 你再想一想 人的意識形態有沒有改變 米糠油事件 水事件 油事件 這個家族意識形態有沒有改變 然後我可以住地保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他用什麼 這個錢是什麼錢 黑心的 我們的性命 讓他堆積到地保 我不是要批判他住地保對不對 更重要的是 他必須要從內在的生命裡面 做一個深度的悔改 信仰到底在做什麼 就是不斷地更新 不斷地改變 讓我的良心越發達 讓我能夠把愛佛出來 讓我活在聖結共益中 我求求求求求求求愛著我們 愛著這個社會 然後你再看一下 看一下那個稅曆 稅曆到底什麼樣的人 稅曆就是羅馬時代的抽象的 就是你要進到耶特撒冷城的時候 他坐在外面然後抽稅的 還有一樣 就是今天要缴税 是他们在做的 你知道吗 所以税利大部分都会很有钱 我读了很多历史 那税利呢 如果抽了你五块 给你收你五块 但是你跟他讲说 我给你三块 不要写单子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他就赚了多少钱 他赚了三块 我再说一次 你还没去停车吗 有去停车过吗 去停车的时候 开进去的时候 那个先生都会 要出来的时候问你说 你要不要单子 对不对 我常常说 我就问他说 有单子是怎样 说有单子是要 他要缴税 没有单子他就怎样 不要缴税 我都跟他说要什么 要单子 对不对 那有人就告诉我说 如果不要单子 那个钱就是 归那个看管的人 你知道吗 你怎样 所以你要不要单子 你要单子 要单子 好叫那个看管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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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能够把钱交给他的老板 不然的话 钱会归给谁 归给他自己 所以那个税吏 会 有没有 有钱 有钱 你知道吗 非常有钱 但是这个税吏 你看看 是罗马的抽象者 在新一元的年代 是罗马 以色列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所以要得怎样 纳税 税吏是当时代 犹太人心目中的走狗 是有钱有势的 但由于贪污败坏 帮助罗马 欺压神的选民 成为受憎恨 鄙视的人 他们不许 入会堂圣殿 也不许在法庭中 怎样 做见证 他们好像 有钱有势 可是被看低了 有没有 这个税吏 你看 他怎么到圣殿来祷告 你看一下 只有几个字 他的祷告 只有几个字 你看看 那个税吏 圆圆圆站着 连几目望天 也怎样 也不敢 只是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 我这个罪人 你心里有在这里 他说什么 要跟我读一次来 开恩 可怜 我这个罪人 他有没有祷告 他有祷告 祷告一个部分 就是认罪 把自己的罪交给谁 交给神 他跟神说 开恩赦免 我这个罪人 因为我所做的是罪 你知道吗 他有没有认罪 他有没有体验 他自己这个罪人 他自己体会到 法庭三年 有没有体会 他这个罪人 没有 他自认为是怎样 是一个义人 你看看 这个社会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会常常意识到 自己有罪 有时候 你身在江湖 身不由己 可是你会认罪的时候 神会接纳你的罪 你如果看今天的周报 这本周报 有一个姊妹 有没有 这个姊妹 她是一个舞女 是一个酒家女 你如果读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舞女 她有一个 很清楚的认识 她离开的罪 她不只离开那个地方 而且带着她的同事 来信靠主 你知道吗 她讲了一个道理 我真的笑死了 你如果在自我认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没有认罪 没有赶快脱离罪 你真的永远活在哪里 活在罪中 然后被世界首媚绝 她前面讲了一个 她在讲见证的时候 讲了一个非常好笑的见证 她这么说的 她说呢 她夫人之间意识到 去喝酒跳舞的人 30岁的要找几岁的小姐 20岁 那40岁要找几岁 20 50岁要找几岁 60岁要找几岁 那70岁要找几岁 80岁要找几岁 永远都几岁 20岁 那么你去做跳舞 或是陪酒的小姐 你要说你几岁 永远要说你几岁 20 有没有恐怖 有没有恐怖 对 她说 她如果30几怎么办 在那里面做了十几年 大家认识她的时候 你在说20岁 有人会相信吗 没人会相信 她不得一个觉悟 她要转行 你知道吗 她觉得 在这个地方是不对的 她人生应该有新的价值 有新的意义 有新的未来 所以她开始的信了耶稣 她走上这条道路 她今天在做一个 卖票务员 也在做导游 她觉得她很快乐 她觉得她很快乐 她活得有价值 有尊严 她说她活在五天 活在九天的时候 九天的时候 都要因着客人 来讨喜客人 才能够拿到 很高的报酬 弟兄姊妹 我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常常意识到自己 有什么软弱 常常意识到自己 有没有什么罪 不要一味的质疑 不要一味的比较 也不要一味的批判 这样对你的生命的未来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你再读一次看看 你再读一次看看 来 你看看 只是垂着胸说 神啊 怎样 开恩 可怜我这个罪人 但是我问各位一下 他有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不去做税吏 没有办法 税吏永远是怎样 税吏 他的心已经悔改了 他的外面没有办法悔改 你知道耶稣的门徒 有一个叫马太 有没有 马太福音书 写的那个叫马太 马太是一个税吏 马太是一个税吏 你知道吗 耶稣 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 它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税吏 这些人有没有悔改 都悔改了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悔改 你如果读十四节你就知道 读十四节 来 你读看看 来 我告诉你们 这个人回家 比那个法利塞人 倒算为有什么 唯有益 因为 还自高的 必降为卑 还自卑的 必降为高 他 我告诉你们 这个税吏回家 比那个法利塞人 倒算为益 这样来说 他还是没有离开 税吏这个工作 对不对 但是他已经算为益了 已经算为益了 一个自高的人 必降为卑微 然后呢 自卑的 必升怎样 必 必 必升高 你跟我读一次来 还自高的 大声说一次来 还自高的 必降为卑 自卑的 必升为高 法利塞人是自高的 必降为卑 税吏是自卑的 必升为高 你看看 你是自高的 还是自卑的 其实有一份 我强调一点 真的有一份 就是知道自己的内在 是有罪的 我们无时无刻 我们都没有 没有办法脱离的事意 你知道 你在等一下回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 当你开车的时候 有人超车 有人开车超过你 你知道吗 你就会开始信中怎样 谩骂 是不是赶着要去见 N网 有没有 有没有 对不对 你回到家的时候 就马上可以看到 孩子们还躺在床铺上 你知道吗 你就 看着这些孩子 哪有什么未来 我以前都四五点 就去做工作 有没有 有没有很自益 我们有没有很自益 有没有 你会看到 你如果内省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你非常自益的那一部分 有一首歌 我还很清楚的 在 16年前 我到台北 然后 带领南京东路的教会 做一个退休会 那我唱 我们在唱一首歌的时候 当时候的 马街医院的院长 叫做吴在城院长 然后唱这首歌 他 眼泪一直飙出来 那我发现到 他真的非常的爱祖 这个家族是屏东的一个大家族 吴院长 然后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忽然之间感受到 他满身都是嘴 这样 我们来唱这首歌 唱看看 好不好 来 这首歌呢 就是 代曳 是台语的 OK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来唱 好不好 再听一次 你先把眼睛闭起来 唱唱 中文字幕——YK 兄姊妹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唱这一节就好了 只要唱一节就好了 我希望你为自己唱 可以为这个社会唱 让这个社会 很多人都能够 意识到 我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人 我们要求神 把我们的私欲除去 让我享受内在的平安 Amen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cinco cc 中文字幕——YK 求主除去我们的食欲 除去我们内在罪恶的世界 我们不要外表看起来 非常的豪华 亮丽 但是我的内在的生命 就充满了黑暗 罪恶 我的内在充满了质疑 高傲 我希望你在祷告的时候 也为这个社会更多的人祷告 让这个社会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罪内 让这些看起来乏力 外表看起来非常忠厚 但是都活在意望的世界 金钱世界 罪恶世界的人祷告 让他们的内在能够省事 让他们能够借进主 让主灵命他们 阻击他们的罪恶 让他们享受神的平安 弟兄姊妹 我希望你能够开口 为自己来祷告 你如果不会开口来祷告 你就一句一句跟我祷告说 主啊 开恩赦免我 灵命我 除去我的罪过 这个世界的欲望 金钱的捆绑 物质的捆绑 离开我 让我内心有平安有喜乐 主啊 开恩赦免我 我是个罪人 主啊 开恩赦免所有社会上 一些假冒为善的人 这些自义的人 主啊 除去他们的罪 除去他们的私欲 主啊 你圣灵能力 就进到他们的里面 深深的感动他们 把他们拯救出来 主啊 这个社会 需要你拯救的时候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建造一个 天国文创中心 把天国的文化 把天国的价值 把天国的生活形态 传遍整个台湾 主啊 在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也接近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再唱一次来 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Mitarbeiter 在祝福我们 希望祢在此安静地扶求神 淡淡地扶求祂的名 可耶稣说 耶稣我就是活在祢里面 开恩赦免我 让我不要质疑 不要致怜 不要骄傲 不要律法 是祂帮助我 开恩赦免我 哈利路亚 主啊 耶稣啊 耶稣啊 主我们现在 你要把金钱奉献在祢面前 每次我们摆上我们金钱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摆上我们生命的时候 也是摆上我们对祢爱的时候 所以神 让我们真的把整个生命就摆在祢面前 愿祢愿纳我们的奉献 也祝福这些拿奉献带人的手 我们想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请坐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你第一次到教会 也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我们同心来感谢 天父上帝,我们在祢面前奉献我们从祢所得到的恩典 用金钱来作为我们的感谢 主要我们要认罪 就是我们连那个法利色人的十分之一 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求祢赦免 我们也求祢祝福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病痛得到医治 让我们在祢的面前得到称义 让我们的所奉献成为祢所悦纳的 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Amen 我们来介绍在我们当中一起跟我们敬拜的来宾有两位 第一位是林克伦弟兄 不知道你坐在哪边,可以站起来让我们欢迎 林克伦弟兄 另外一位是邱春梅姐妹 不知道坐在哪边,欢迎你 好,等一下礼拜可以请留步 我们有同工会招呼你 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请我们起立,我们的节目最后是西瓜 祝我博士 我美的学生,我每逢只目望看 你所所招,一切奇妙打工 感觉省晟,又听到隆隆的一声 你的大能 变满了一座钟 我吝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我吝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他 何等为他 兄姊妹 让我们来大声呐喊 七声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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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姊妹 请你一句一句跟我祷告说 所爱的耶稣 开恩赦免我 我是个罪人 让我不要活在遗忘的当中 受一些的质疑 质恋 骄傲 立法都离开我 让我在你里面 因着生命的建造 跟你有好的关系 神祝福我 未来一个礼拜 我的灵命兴盛 我的身体健壮 我受的劲都美好 哈利路亚 愿耶稣记得恩典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满满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至到永永远远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第一堂敬拜就到这个时刻